各位現在在我們租工系學東西喔 請問各位到現在為止你學了幾個程式語言 C學過對不對 C-SHOP我教過對不對 還有嗎 除了這兩個 Blender Blender不是程式語言 但是Blender有些 還有呢還有呢 還有沒有老師用奇怪的軟體或奇怪的語言或之類的 TrueWeber TrueWeber其實背後應該會有 會有一些 TrueWeber只是軟體嘛 但是其實如果你用Atobe的話 他就會有 背後一整套的像ActionSquitter之類的 還有呢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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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好像到目前為止學的語言數好像還好 沒有非常多 但是後來可能你會發現越來越多 下學期都三年級 那現在有一個狀況是 資工系的同學而言 四年裡面可能會學到的語言搞不好有七八種規定 尤其是像我的課 我用的語言就三四種 好 那各位應該都會修到 所以如果你修了我的課至少就會有四種語言 那李西傑老師那邊 IOS可不會沒有 就有Objective-C 然後呢 柯老師那邊 應該也會有一些 他雖然是以C為主 那他可能後來也會用Python 然後 還有 還可能 像Arduino 雖然是C 但是也不太一樣 然後 柯老師那邊講 他有NS2 那個裡面可能還會有一個Squid的語言吧 那趙老師那邊 或許 或許也會有幾個語言 不知道 所以學一學 你可能會需要學到七八種語言 那而且不只這樣 因為 我們的課呢 其實我是故意把它弄得很廣 弄得很廣 所以我才會去教動畫 那 弄得很廣的結果就是 你軟體也要學 任體也要學 硬體也要學 網路也要學 多媒體也要學 所以各位這一代要學的東西還真是 都得不得了 那 可是你很多你時間都分散了 所以你精力其實沒有辦法 放在一項上面專注 那所以 最後的結果是 你都有學 可是 你有沒有一項是 很強呢 這 恐怕會是個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的結果是這樣 那 反過來呢 那種 外系半路出家的 像剛剛才有個醫學院的學生 大醫學院的學生在問我說 那他要學資料結構的辦法 那 他到底應該從專題上面直接去用資料結構就好 還是他要再去學一次資料結構上課 那 像那種外系進來的 很多後來都變得厲害 那 他們的學法跟我們的都不太一樣 外系進來的人 他們不會沒有那麼多課 他學的是外系專業的課 不是我們這邊的課 那所以他在那個 電腦或程式的領域 他只會學一個東西 而且呢 他永遠都用那個東西 所以他們的做法 他自學的結果 他的做法 是 只學一個東西 永遠都用那個東西 像譬如說 很會寫網頁的S代程 他永遠就只用Ruby 就用Ruby 一直用Ruby 那 跟我們現在四年要學這麼多這麼多東西而言呢 他們的做法完全相反 那 他們的做法 如果用武俠小說的理工來看的話 我覺得那個是異陽子 那我們呢 我們現在在 在 在 資工系呢 其實是在學西星大法 軟體任體 運體網路中媒體 都要學西星大法 而且也可能非常多種 那問題是 西星大法好還是異陽子好 這很難講對不對 因為 因為 有很多人 學 要看你的功力如何 那 學異陽子的那些外系的人 往往他們都知道 欸 我到底要練哪一子 我到底要 要用他來做什麼 但是呢 相反的 我們學西星大法的這些 資工系同學呢 往往不知道 我到底在西什麼 然後 動機也就相對比較薄弱 所以 我有點建議各位喔 其實 雖然你在資工系 你被迫要學西星大法 可是 你應該 找個異陽子來練練 也就是說呢 你要有一方面特別強 而不是 而不是 只是單純的吸收 那 單純的吸收 吸收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單純的吸收 你沒有找一個 領域深入下去 一個 一個技術或一個點 或一個語言 深入下去的話 有時候很難看到 背後 比較深的那些東西 所以我其實蠻建議各位 你可以找一個點 一直打下去 找一個點一直打下去 那你要找什麼點去打 那每個人不一樣 這要看你的興趣 那還有你的專長啊 你的對未來的想法 但是 有一個專長 我覺得 是好 很好的事情 那我們會看到有些人 他專門 用C就一直用C 然後呢 網頁就這樣一直做下去 那有些人呢 用Ruby 就一直用Ruby 然後呢 網頁就這樣一直做下去 然後 甚至前一陣子 我看到有一個 有一個國外的人喔 那他為了要學網頁 他決定每天都要做一個網站 那所以他要持續做一年 那一年過去了 一年過去了 他真的做了365個網站 而且其中有些網站還真的還蠻不錯 那如果你可以這樣學 其實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 有人說 一萬個小時 的功力 就是 你要學一個東西 你要先付出 一萬個小時的練習 那這個一萬個小時 花下去之後 你持續的 一直做一直做 花到一萬個小時 再做這件事情 那大概 你都還不覺得說 OK 我對這件事情很厭白 那這個大概就是你的專業 而且會變成你的興趣 所以 是蠻建議各位 找一個領域 投入一萬個小時 找一個領域 投入一萬個小時 去做 這些事情 一萬個小時要多久 三年 如果你今天一天做八個小時對不對 好假設十個小時 那一年就是三千六百五十個小時 那三年就超過一萬個小時要過了 所以 你如果一天做八個小時 一年 就算扣掉假日 那大概也差不多 就是三年到四年 會 會變成一萬個小時 這時候你就會變成那個領域的專家 非常專業的人 不管是什麼事情 你這樣子去做下去 一萬個小時 你就會變成那邊的專家 那專到什麼程度呢 其實我們教各位的 通通都是粗淺的東西 粗淺的東西 我們能夠教各位的 大概也都是粗淺的東西 在學校很難教各位很專的東西 那如果你在念研究所念博士班還有可能 那你念大學部的話 其實什麼都要學 你是不太可能在課堂上去學到非常專的東西 那你就是要 不只是專 我覺得那個累積下來的 付出的心力 你就會是會得到成果 那你付出了一萬個小時 一定會有它的代價 但是你要先想清楚 我到底是要我朝能的方向 那這是蠻建議的 因為我們看到有一些這種狀況 就是施工系的同學出去 會發現說 好像專業上面 其實雖然學了很多 不見得可以做得很深 所以後來有一個網友他告訴我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他說李小龍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我不怕練過一萬種踢法的人 我只怕將一種踢法練過一萬次的人 我覺得這是 這是 你練一萬種踢法 就像我們現在在施工領域裡面 什麼都學一樣 那那個 一種踢法練一萬次 就好像那個半路初家的進來 學程式設計的那種人 那就是一種踢馬 練一萬次 大概像這樣 所以 這是給各位的一點小建議